醒目一响啊 咱们是继续开书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清敏第一次战争以前 事件是如何的起因 局势是如何升级的 那这会儿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 他虽然知道云南的边士啊 现在已然是很危机了 自这个乾隆二十七年以来啊 年年的有吐司来报 缅甸一方啊 有兵来入境抢劫 这事啊麻烦就麻烦在哪啊 这帮吐司给乾隆皇帝的奏报啊 他有隐瞒 哎打着埋伏呢 他隐瞒了什么呀 他说呀 来入境抢劫的这些缅甸人呢 是一些流寇强盗 那实际上是这么的事吗 他当然不是 这是缅甸政府军 联合着吐司的门户兵 闯到这个云南地界当中 有目的 有计划的抢劫 为的是这个缅甸人打仙罗呀 给这个大军抢吉阳 虽然呢 这事件的起因呢 是由这个花马里而来 可是这会儿 这缅甸的大军呢 进得云南来 可不是为了索要花马里了 罗马牛羊 生畜物资 以及人员 他们全要 那么说 这群吐司 他们为什么 不把这实际的情况 直接奏报给乾隆皇帝呢 哎 他们不敢呢 这大清国呀 那可是主权国家 您想啊 咱们现在这政府 他也不允许 谁有双重国籍 不是 你这边境上的吐司 为了自保 向这个中缅双方啊 分别交出共赋 那缅王那边呢 属于是官司里 伸手死要钱 只要你把钱给到了 我就不理你 大清国这边可不一样 乾隆皇帝 丢不起这份人 你既然向我称臣 是我的子民 你就不能给他交共赋 关于这一点呢 这群吐司啊 他心里明镜似的 所以他们不敢 跟这个乾隆皇帝 说实情 只说是啊 一到丰收的时候 就有一群土匪啊 过来抢劫 并且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 这抢劫的密度越来越高 遭受的损失啊 越来越严重 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是想让乾隆皇帝啊 跟这个云南档地的陆营兵 打个招呼 让他们呀出手啊 干预干预 那么说这些陆营兵 原来不管吗 原来真不管 说实话啊 这大清朝廷最初啊 真没拿眼 加这个缅甸小国 这当地的驻军 不轻易的打缅甸人呢 那是这个大清朝廷 曾经受益过的 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其一原因呢 就是连年西北用兵 没时间理他 第二个原因呢 这乾隆皇帝啊 还指望着这缅甸呢 派出使臣到京师 也就是北京城啊 来朝贡呢 他是想让这个缅甸呢 自决自愿的 就加入到这个大清国 东南亚的朝贡体系当中 可他可没想到 人家贡王王朝 前后这爷儿仨 也就是这三位缅王啊 根本呢 就没称他那号氏 属于是笼子宰猪啊 压根就没听他哼哼 那这会儿啊 这乾隆皇帝啊 就琢磨了 是得管管了 因为这个西北已然平定了 再者了 我这儿等了你多少年了 从这个乾隆元年 一直等到你乾隆二十七年 也没见你这个缅甸王朝派使臣 到北京城来朝贡 当然了 这话说的也他不绝对 因为在乾隆十五年前后啊 这缅甸也曾派出过使臣 来到北京城向大清朝朝贡称臣 可是啊 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 连蜜月期都谈不上 随着这个贡王朝啊 取代了东须王朝 哎 这朝贡也就断了 所以乾隆皇帝认为 即便是匪徒过来戏扰 也要出兵管管了 咱们讲这个八旗直省住房的时候 咱们聊到过 这大清朝在云南啊 他是没有八旗住房的 也就是说大清国在这个地儿呢 没有最精锐的部队 那他有什么部队呢 他只有啊 这个鹿营兵 也就是绿旗兵啊 您不能啊 一提到鹿营 您就认为啊 这是汉人的部队 实际上不是啊 这是以汉人为主 也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一支部队 并且呢 是这大清国人数最为众多的一支武装 当时既然在这个云南只有鹿营兵 所以说呢 不能设僵局 只能设提督 咱们在这儿得简单的交代几句 云南提督一支 为什么呢 因为之后的咱们这些书啊 这仗主要是在这云南打 所以说咱们完全有必要 介绍一下这云南的最高军事长官 这乍一听啊 这云南提督 可能啊 不知道它具体附着什么 您可别忘了啊 这云南提督这四个字啊 实际上是这个官职的简称 那么它的全称叫什么呢 它叫啊 大清国提督云南等处地方总兵官 那么说这云南提督的府衙是在哪呢 昆明吗 不是 这个云南提督的府衙呀 设在大里 说实话啊 离咱们出事的这个普尔啊 西双版纳地区挺远的 这云南提督呢 是从一品的武官 他手底下管了九营啊 也就是说呀 下边设了九个总兵 那这个九个总兵都分设何地呢 他们是临援曲巡 开化楚遥 永顺鹤立 永北昭通 最后一个就是普尔 这一共的编制呢 大概其就是四万一千五百人左右 前文书咱们也说了 这和共往王朝最巅峰时期的国防军的人数 也就差不多 不算呢 这第三次 第四次清免战争 大清朝往云南增兵 哎 这原来的基本兵数就是这样 您别想啊 这个云南提督啊 他是从一品的武官 可是呢 和这个中国历史上多数朝代都一样 这个武官呢 哎 做得很憋屈 哎 他虽然是从一品的武官 但是如果有了云南巡抚呢 他也得受啊 这个正二品的云南巡抚节制 哎 当然了 在这个清朝啊 多数情况下 云南提督啊 是受总督节制的 这顺治十六年的时候 顺治皇帝 爱新觉罗的福林 哎 在这个云南贵州两省都设立了总督一职 后来这康熙皇帝 就取消了云南总督 哎 这个云南总督一直啊 由这个贵州总督兼任 所以就有了云贵总督一说 那这云贵总督呢 说起来的干的事多 官衔就更长了 他的官衔就是 大清国总督云南贵州两地提督军务 两享兼巡抚士 好家伙 您觉得这名的长不长啊 那可是正经八经的 大清朝九位最高的封疆大力之一 也是咱们这部书啊 在云南前线的最高指挥官 当然了 不止一个人啊 咱们这话头啊 他差的点远 咱们还得拉回来说 继续说呀 这个云南提督 那这会儿的云南提督是谁呢 这会儿的云南提督啊 是个河南人 李时生啊 河南拱义桑鸡沟人 自幼习武啊 是履历过人 要说这李时生啊 那可是乾隆皇帝的人 他怎么是乾隆皇帝的人呢 我一说呀 您就能知道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李时生啊 他不是八旗 他是一位汉人 自幼习武呢 为的就是报效国家 那句话说的好吗 货卖帝王家 帝王不买 卖于石家 石家不买 卖于地下 那这意思很简单 说这练武的人呢 最高的目标 就是把这一身武艺呀 卖给国家 为国家出力 报效祖国 那么说这国家 要是不认可呢 就卖于石家 就是遇到那个 真欣赏我的人 我呀 给他当教师爷也行 给他当保镖也行 那要是再没人欣赏呢 就只能是 打把势卖艺了 这李时生也是啊 这史书所载李时生啊 自幼习武 犯令极大 必利过人 武术贤熟 使用的刀剑武器甚重 那您从这句话 就能看出啊 这李时生啊 虽然饭量大点 但是啊 必利惊人 他所用的刀剑武器啊 一般人拿不起来 在这个河南家乡的时候 就是一个武术家 就中了武举了 乾隆二年 晋得北京啊 参加武会式 在武科场啊 几番轮战下来 就中了武进式了 乾隆亲典 三等侍卫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 您自己去考证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官员 屡地档案全编 黑纸白字啊 那写着呢 读到这篇档案的时候 其实我很觉得离奇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大清朝 简拔侍卫 尤其是头二三等侍卫 这些侍卫 那都是皇上身边的大臣 贵族家的孩子 这家里边的出身呢 不是八旗 熊贵啊 就是不原大臣 只让你啊 有个好体格子 什么这个武艺不武艺的 先放在一边 对皇上的绝对忠诚 要放在第一位 那个意思 您总能懂吧 哎 到关键时候啊 拼不了命 你还能替皇上挡子弹呢 那么说这大内就没有高手吗 有 这高手通常啊 都是蓝陵侍卫 也就是四等侍卫 这些侍卫啊 基本上就不能贴皇上跟前了 负责远远的保护皇上 这些蓝陵侍卫啊 其中就有啊 从这个各营中挑选的高手 还有啊 就是从这个各年的武进士当中拣选 当然了 这个蓝陵侍卫的来源呢 也不绝对 您像这个复衡啊 也是从蓝陵侍卫开始干起的 可是啊 只是区区的一个武进士 就被乾隆皇帝 剪拔到自己身边来做三等侍卫 这不得不让人呢 哎 感觉离奇 对呀 这个政治审查合没合格 您就放到您身边啊 看来啊 这乾隆皇帝是非常喜欢 这位新科武进士李时生的 这李时生啊 在乾隆皇帝身边一干 就是十二个年头 直到乾隆十四年的时候 才把他放到直省的营了去当差 那有人说 这岂不是把这么一元将才给淹进了吗 做了一个小小的侍卫 不对 这恰恰证明乾隆皇帝喜欢他 您还记得海兰查吗 也是让乾隆皇帝留在身边十几年以后 才复出啊 到乾县呢 去做的将军 并且呀 说实话 这海兰查呀 还不如这位汉将李时生 这李时生啊 就在乾隆十四年 被调到云南 做了一员参将 自此以后啊 这官啊 可就像做了火箭一样 层层的往上升 您别瞧啊 这李时生 在大内一坐侍卫就坐了十年 可是乾隆二年 那年的武进是多了 能到乾隆二十七年 就能升任到提督之职的 那就只有李时生 这么一员将官 在乾隆二十六年 投升任这个云南提督之前呢 这乾隆皇帝呀 曾经对他呀 做出过一份表扬 这乾隆皇帝呀 在旨意当中就说 外书公特众丈人之恩 师众之术祭 爱彪上将之名 望起甘城恩班官 这会儿的李时生啊 还不是军门呢 是这个总镇 是这个云南的曲巡总镇 一年的功夫啊 就升任提督了 成了这个云南地区的 最高的军事长官 那咱们既然已经讲到 这个云南提督李时生军门 咱们就把它讲细致了 因为这个人呢 和其他的汉军一品提督不太一样 这李时生军门 可是亲自带着一万多兵 跑到前线 和这个缅甸兵正面交锋过的 当然了 后来呀 又中了缅人的奸计 而且呢 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罚 重到什么程度呢 把脑袋玩丢了 这李时生后边啊 还有一系列的传奇故事 作为一品提督之职 他竟然带兵上了前建 既然他带了兵咱们有必要啊 把他的亲兵交代一下 这提督府啊 驻地一标 就是他的本部兵 那一共有多少人呢 一共有军官四十名 士族三千九百名 哎您就算吧 应该是四千人 这打几仗来呢 哎这四千人呢 也是分这个前中后三军和左右两营 那这些人不打仗的时候 不跟着他 离他的驻地远了去了 远到什么程度呢 哎 驻扎在成都府 那有人说这成都不都是四川了吗 那没办法 这朝廷就是这么安排的 这一标人呢 驻扎在成都府 那他身边就没有亲兵了吗 有 他有亲兵一营 就住在他的驻地云南大理 那有多少人呢 军官八人 士兵七百七 您看啊 咱们说书的时候 他不是瞎说 哎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 带领本部多少多少人 咱们打比方到这个云南提督吧 说的就是啊 驻扎在成都府的那四千人 再加上大理这七百七十人 一共是六营 也就是一斜加一营 哎 咱们要是再说了 说这云南提督啊 带领了自己的亲兵卫队 这亲兵多少人呢 这亲兵啊 就是说驻扎在大理 他这一营人 七百七十人 和这个八元将官 这云南提督 虽然是云南的最高的军事长官 但是和他手下的九镇总兵啊 所直属的兵啊 人数差不多 那听了咱们前文书的好朋友就能知道了 这云南一省也就是在乾隆二十七年 一口气啊朝廷就换了两名军政要员 这大手子自然就是云贵总督刘早 这二号人物就是云南的最高军事长官 云南提督李时生 咱们在这儿还得重申一遍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仍然是不知道 来犯云南的是这缅甸的正规军 可是啊 他还是在召见这两员都府的时候 分别的向他们交代 爱卿此去云南上任啊 非比平时 对 来犯的缅甸匪帮啊 不再宽容 一定啊 要穷力追勤倒其朝旭 虽然乾隆皇帝这几个字啊 并没明示二人可以对面开战 但是啊 这里边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什么叫做倒其朝旭啊 就是啊 明令这二位啊 可以深入到缅甸去勤货这些贼人 这二人领旨之后 我心里算是有了底了 分头上任 在这中缅边境才要上演一场是腥风 血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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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